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Dolly 我們收到很多觀眾留言問 究竟 Runes of Immortals 是什麼遊戲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們最近真的玩得太high了 好像真的沒有介紹過 不好意思 就趁這次的機會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遊戲 Let's go 其實我們很喜歡玩Hardcore遊戲 但是市面上講求合作的Hardcore遊戲 其實不是很多 最多都是那些廢柴隊友 死了的時候要你去救他 再不就是大家鬥大力 所以我們就很想做一隻 真的講求合作的遊戲 我們希望可以在早期開發的時候 跟大家互動多一點 因為我們不想做一隻 只是自己喜歡玩的遊戲 遊戲 是讓大家一起開心的 拍片呢 除了可以讓你們知道進度之外 我們可以聽多一點你們的意見 還有 我們可以 哄你開心 命 Runes of Immortals 是一隻多人連線遊戲 最多可以四個人一起玩 我們主要的遊戲模式 都是以打BOSS為主 一開始你們要先選一個角色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職業 讓你們去選擇 你們可以在過程中 慢慢揣摩出你們的最佳組合 角色與角色之間 在起始屬性 一開始的技能配置 和攻擊模式 都會不同 當所有人選擇完角色之後 就要跟BOSS戰鬥 四個人群偶 直至到贏為止 那如果不幸地 四個人一起行家 死掉的話 一切都要重新來過 由零開始 當大家很苦辱地 贏到BOSS的時候 就會去到等候山 大家就可以在那裏 學到新的技能 強化自己 當所有人都準備好的時候 就會去下一關打下BOSS 在打BOSS的過程中 你們會體驗到 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如果各自為正 失敗的機會率是非常之高 當然 你們靠自己的本事 打得贏 我們都取離不將 在過程中 你們會隨機得到一些新的技能 這樣設計的角色 是想大家選擇的角色 每一次都會有 独一無二的成長 而令到每一次的挑戰 也有不同的體驗 所以 最理想的做法 都是考慮每一個角色的能力 以及如何去分配 在過程中獲得的新技能 大家研究出一個合適的戰術之後 就會大大提供挑戰BOSS的成功率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製作的重點 大致上就是這樣 細節上的東西 我們不想說太多 也不想說太死 基本上都是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按個like 想試玩我們的遊戲 記得subscribe 和按鈴鐺 將來就會收到我們誠意的邀請 下星期日再見 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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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